- 吹下去 - 来吧 吹下去 大家好 我是Toto 我现在来到台中了 今天怎么我们又来台中了呢 自从我发了大喜锅 这一家店家的影片之后 就有观众跟我特别推荐说 如果你要来台中吃火锅 你可以吃吃看 自由小火锅 只不过它那个火锅店 它没有停车场 有点不方便啊 揪豆妈爹 它没有停车场 明明店家就有停车场 让我们忘记小叔说的话 OK啦各位 我现在来到自由小火锅这里哦 那等等我们就进去吃些东西 看看自由小火锅 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吧 然后我刚刚跟他们点了麻辣汤的汤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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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边用餐90分钟只要299元 我是觉得说他这个价格跟上市吃的大喜锅还蛮像的 尤其最近大喜锅它涨价了 那等一下我带各位一起去拿一下这边的东西吧 我来看看你 你带来个车子 那呗 你不放来 你可以让它打开 你只有我不能够 你听我的东西 入省股东西 你先去切开 這邊最讓我期待就是豬腳 欸各位,這個豬腳好軟爛喔 這滷的非常透徹耶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它的肉香還有它焦糖的香味 這你嘴巴也散開了耶 我覺得這是好吃的豬腳味 至於它今天火鍋肉片的部分啊 它這邊總共有兩種牛肉 還有羊肉跟豬肉各一種 那我們先來散散看 賠個牛肉吧 過了 我覺得用大辣的麻辣鍋去煮這個肉片 肉片吃起來辣辣的 非常的好吃耶 我覺得還不錯耶 我覺得還不錯耶 看上看一般的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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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後還有它自己獨特的一種肉香味 我覺得還蠻好吃耶 再來試試看羊肉片 好 羊肉片 抱歉 剛好遇到施工 我們用美妙的音樂 我們用美妙的音樂代替一切 我們用美妙的音樂代替一切 各位啊這個羊肉有燒耶 最後再來試試看豬肉片 嗯 總覺得這個豬肉片吃起來就 有一點乾腺耶 那最後剩下這些肉片都一次下鍋吧 OK啊各位 等等這些肉片吃完了 我們再去拿其他東西來吃吃看吧 我們趕快吃看一下 OK OS OK 我們再吃一口 我們要來吃吃吃看 哇 嗱~~ 我們就來吃吃看到底如何吧 然後接這個空檔我們來吃吃看它這邊的小菜嗎 牛胖耶 好久沒有吃到這種真空包牛肉 這東西是我以前在做餐飲店的時候曾經見過的東西啊 所以它的味道我真的非常的熟 熟到不能再熟了 我們在吃吃這入口即化的豬腳 看到這個豬腳在滴油就讓人垂顏三尺了 OK啦吃到這邊我們剛剛煮的蝦子應該也差不多了 它這個地方竟然有白蝦耶 喔齁齁齁齁 這吃起來是OK的品質耶 剛剛煮的海鮮應該都已經差不多了啦 我剛剛煮的鯛魚片全部都碎掉了 我剛剛煮的鯛魚片全部都碎掉了 喔 這吃起來就是跟我們市場買的到鯛魚片幾乎一模一樣耶 接下來再吃吃吃看魚皮 我覺得這種東西特別需要用到醬了 醬料好朋友喔 好不好 有時候吃吃吃吃吃吃吃看 滿滿的蔥花 蔥花就放在後面那邊一整盆 然後給你一個大湯子自己攬喔 那裡吃吃吃看 燙魷魚嗎 整体来说口感很软嫩 OK啦各位刚刚煮的东西应该都是好了啦 它这边有个火锅料我觉得很特别 它说这个是咖喱汤包 这个豆皮面包着满满的鲜肉 好好吃喔 接下来再吃吃看毛肚 再吃吃看鸭肠吧 我觉得这个鸭肠比上次在大喜锅吃到的还容易咀嚼 整个肠子里面吸着满满汤汁的香味 不错耶 还有这边有螺肉 感觉这个螺肉就吃起来中规中矩了 那既然我们所有肉类几乎都吃过一遍呢 接下来我们就随心所欲想吃什么就拿什么吧 OK啦各位我刚刚去拿了一整盘的羊肉还有葱花 我们来煮个葱花羊肉锅吧 说上次我大喜锅那部影片啊 有人教我说这种葱花 葱花就是要把肉涮到快熟的时候 所以把剩下葱花倒下去吃 这样才可以吃到青葱的鲜味了 来吧 吃下去 夹起一块肉上面沾了满满的青葱 哦 我是觉得说这样子煮羊肉啊 羊肉烧味整个都被轻松盖掉了 OK啦 我已经吃完羊肉了 那我们就去拿些什么东西来吃吧 OK啦各位我刚刚把他牛培根直接扫光了啦 然后我也拿了一些火锅料来吃吃看说 到底这火锅料表现是如何啦 我剛剛有看到它這邊有這種很大顆的丸子 這感覺好像我們在市場可以買到那種手工購丸 煮看看就知道了 給我們看一下 肥肉瘦肉1比1黃金比例 嗯 吃完了 那我們現在吃火鍋料吧 然後尋味棒的吃好 我是喜歡的說把它直接跟醬料攪在一起這樣吃 火 再吃吃看這個三角形的火鍋料 充滿魚丸味道的火鍋料 那最後再來吃吃看這兩個大貢丸嗎 結果這個大貢丸中間是包著芋泥 怎麼會有芋頭在這個裡面呢 好 OK啊各位我們已經吃完火鍋的部分了喔 那它這邊現場似乎是有咖啡還有冰淇淋啦 不然我們去吃點冰淇淋解解膩好了 土豆冰棒 嗯 欸各位啊這個古早味冰棒 花生味非常的濃郁耶 我覺得可以耶 Mistex 因為我覺得安排 可以咖啡 我們再吃一下冰淇淋吧 分了 然後雞爪 這個香檳口味冰淇淋好好吃喔 在今天台中這個炎熱天氣人吃到冰淇淋 我覺得非常的舒服 給我看一下 現在是2月8號 結果台中竟然有27度的高溫 今天來這家火鍋店 它的飲料不只是有濃縮果汁 它旁邊也有附咖啡跟羅漢果 茶嗎? 這個羅漢果茶還蠻特別的 那等一下我們就去結帳到外面做結尾吧 OK啦各位 我現在回到停車場這邊了 是說為什麼我要在停車場這邊做結尾呢 是因為如果把這些心得 在店裡講出來的話 我覺得會有點不太好意思 所以我就特地來到戶外這邊 跟各位分享今天吃自由小火鍋的想法吧 好啦 那跟各位分享一下 今天吃這個火鍋 我覺得就是它的肉 除了培根牛之外 所有肉片應該都是沖煮肉 如果這個地方有講錯 麻煩請在底下的人糾正我一下 但是組合肉它並沒有醉 它本身是OK可以吃的 你們也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維基百科上組合肉的項目嗎 它這家店確實比上次吃的大喜鍋 還要多了一些海鮮 可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兩個是不一樣的世界 大喜鍋那邊是吃一個環境的舒服 還有它的東西多樣化 可是今天來到這邊就是要吃豬腳 它的豬腳 真的是我今天吃到最好吃的一道料理 我覺得今天用299元可以吃到這些東西 已經是非常划算的 沒有什麼好挑的啦各位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還有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我可以去吃什麼火鍋店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